聊聊人生感悟,我是顺哥 借钱不能太正爽,做人不能太脏横 全国人民都知道,正爽借给了脏横两千万 俩人是恋爱关系,借出了两千万呢,看来确实是太草率了 因为恋爱关系是一种不稳定的关系 每一个人不都有一两个前任吗 有人说过,不乐意跟没谈过恋爱的人搞得像 他们特别青涩,不懂得恋人之间 有时候该坚持的要坚持,该妥协的要妥协 该哄的时候要哄,这就是恋爱人员的相处之道 虽然呢,正爽原来也搞过恋爱 但是我想他应该是老司机遇到了新问题 因为他前两种男友啊,都是有财又有钱 不会啊,想郑爽借钱 可是他后来搞这个脏横呢,是假富二代 对方提出来了借话,你说借还是不借 不借吧,好像有点伤感情 借吧,还真有点不情愿 可是也不能不借呀 因为啊,对方啊,借助他的工作生活太多了 知道他的财务状况 你说啊,你要不借,那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不就埋下雷了吗? 有人说啊,郑爽啊,是逼着张行借这两千万的 试想啊,POA张行 说这些话的人呢,不是没脑子,就是没长大 你问问周边的人啊,包括你父母 他们乐意把大额的款项借给你吗? 你问一圈,你说啊,我也希望别人啊,来POA我 借我这个20万 你借借我看看 2000万呢,如果放到银行理财啊 一年呢,就得七八十万 有的网友说啊,郑爽啊,掉钱眼里了 在拍节目的时候呢,花钱给张行买个早点呢 还向张行啊,要早点钱 还要啊,把自己那份的钱也要出来 一看呢,说这种话的人呢,就没有青丧 这是两个热恋中的人啊,秀恩爱,傻狗粮 郑爽,要是那么会算你的话 不借这2000万好不好呢 那一年的利息,七八十万 得买多少粮食吃啊 还不得把张行撑死了 所以郑爽啊,在不得不借的情况下 备注了借款两次 这非常正常 春哥啊,也借给过别人的钱 确实都是比较相熟 不借呢,也磨不开面 但是呢,也不好意思让人打一个借条 那还不如不借了 所以呢,只有在汇款的时候呢 也是备注俩字,借款 其实不借是最好的 因为借条啊,有时候也没什么用 我们家老人啊,原来啊 碰见他原来同似的孩子 叫的挺亲热 说啊,有点急用 想借两万块钱 老太太心地善良啊 就借给人家了 借条啊,也写得非常清楚 而且呢,也有身份证的付印件 家庭住址 都一应俱全 可是啊,后来知道了 他根本呢,就还不了钱 因为啊,他到处向别人借钱 连自己的房子也卖了 租着别人的房子过日子 也没有个正经工作 你说这钱怎么办 他就不了解情况 吃了个哑巴亏 所以钱呢,最好是不借 前一段时间呢 孩子要用点钱 我呢,在汇款的时候呢 备注,嫁妆 我们孩子特意来问我 你什么意思 你标注嫁妆是什么意思 我告诉他 我标注这两个字啊 意思就是你这个钱呢 不用还了 他说,压根啊 我也没打上还 你就标注借款两个字 我也不会还给你 这是我们妇女之间的一种玩笑 但是按说呀 妇女之间或者是恋人之间 他们之间的用钱呢 跟夫妻间用钱不一样 按道理,是应该还的 除非啊,标明是正义 张恒拿这钱干什么呢 他自己在法院说呀 一部分作为理财了 少部分买了股票了 还有一部分钱了 花了了郑爽和他父母身上 那春哥就要问了 任何一个人呢 你在借钱的时候跟人说呀 我想啊,借点钱,买理财 你父母啊,都不会借给你 父母会说 我傻呀 钱借给你买理财 我自己不会买理财呀 网上不会买 那我到银行 有的是这个服务员向我推荐 各种理财 可见呢 张恒借这个钱呢 根本就没想还 就把它当做自己的钱 而且他说花了那六七百万 那个钱哪去了 法院让他提供流水 他说没有 咱们想想啊 现在就花几百块钱 一般都是网上支付的 都可以打出流水 别说这个大额的这个花费 像张恒这种处处留证据的人 是一个行走的路运笔 日夜不停的照相机 他能没有证据吗 他能没有流水吗 他只是啊 不想提供 这两天呢 有网友爆出啊 他有可能啊 用那个钱呢 在上海呀 买了一套房子的首付 他不能提供这个流水 因为啊 不管那个房子的名字是谁 只要证明啊 这个钱呢 是用了两千万去付的 那么呢 法院就可以冻结那个资产 将来啊 就可以执行 张恒的心事是很多的 他用几百万交了首付 然后用一千多万的利息 还每年的贷款 这样呢 他就白白啊 可以唠一套房子 借别人的鸡啊 下了自己的蛋 空手啊 就套了一条白狼 不过法院 把他的理财啊 给冻结了 他就没法啊 还那个按揭了 所以没辙啊 他就把那个房子卖了 不过呢 那个房子啊 应该啊 经过几轮涨价了 他应该肯定 也是大做了一笔 我说过张恒啊 就是小扑闺女 肯定是不吃亏的 他呀 只看眼前 不看长远 你想 他投到公司那二十万 也是从这两千万里 拿出的 他都不肯呢 多拿点钱 而且在这个公司啊 郑爽不想再投钱的时候 他怎么不把理财的钱 拿一部分投进去呢 因为呀 他不想花自己的钱办事 我们知道很多创业的人呢 他们都投入很多资产的 为自己的理想一搏呀 但是张恒不是这样的人 郑爽不投了 那么他就想在外面融点汁 融不来了 那他就找人了 他不会动用自己理财的钱 因为他认为那个钱呢 就已经是他自己了 一样他知道这个公司啊 不挣钱 因为呀 那一千多万花没了 他一分钱也没挣着 那么什么时候能挣钱呢 他也不知道 第二呢 在他的思想里啊 就是使道友不使贫道 我的钱呢 不能有一点风险 哪怕是我借来的钱 那他已经看作是自己的钱了 他大言不散的说 我就当啊 花钱买点教训 花谁的钱买教训 花别人的钱买教训 把自己的钱 把他死死的 他这个教训买的还真值 这两天呢 有人又重提啊 郑爽说在这个路边呢 有一个抽烟的照片 郑爽啊 并不是什么仙女 他呀 还抽烟 抽烟是怎么了 春哥觉得他们说的非常奇怪 大伙儿是叫小仙女 真的是仙女吗 仙女也得吃喝拉撒呀 也有七情六欲啊 抽烟要无犯法 况且 郑爽还是个东北人 你听说过东北的三大怪吗 窗户子呼在外 大姑娘叼烟袋 三个孩子吊起来 虽然这种现象很少了 但是说明啊 我们有传统啊 其实啊 春哥也不太喜欢这个女孩子抽烟 但是呢 这也是人家的挚友 我觉得郑爽 可能呢 不想在公共场合抽烟呢 那意思 毕竟自己是个公众人物 小心翼翼啊 不想影响到很多青少年 但是生活压力大呀 有时候呢 也想抽两口 这个如果能借呢 就更好 如果借不了呢 那就少抽点 毕竟啊 吸烟有害健康 不过呢 也不用太介意 只要啊 不是在那些写在禁止吸烟的地方吸烟 那呢 显得没有功德 如果真要寄不了 也不妨啊 该抽的时候就抽 也不用啊 那么 我觉得郭德纲说的好啊 爱花不败花 败花 结人糟 今天就聊到这儿 谢谢大伙观看 点赞 评论